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一个物种都有一本四字天书 书上只有四个字母 用一种独特的DNA语言 决定了猫之为猫 虎之为虎 人之为人 解码DNA语言的具体含义 就是遗传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遗传学是研究生物的遗传与变异的科学 在地球三十几亿年的生命演化历史中 生命形式从简单到复杂 由最初没有细胞结构的病毒到单细胞生物 再到多细胞生物 细胞数目逐渐增多 细胞形态结构和功能也区贱 复杂 从原核生物到真核生物 而这一切都以DNA含量增多 基因数目增加为基础 一百多年前 达尔文提出进化论 到现在 越来越多的化石证明和分子生物学的研究 没能夺倒进化论 相反 都是对进化论的补充 在我们每每思考地球上的生命 和人类自我起源的时候 进化论都成为了我们思考的出发点 今后的课程中 你会发现 我们会时常从生物演化的角度 来分析和认识遗传的规律 因为只有了解我们的过去 才能认识我们的现在 预知我们的未来 到底地球上有多少种物种 根据2011年PLUS Biology的论文预测 地球上有875万个物种 误差浮动为130万 但有科学家认为 地球上生物的多样性 比文中描述的要大得多 目前地球上已经命名的物种 有120万个 不到五分之一 而研究过的就更少了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它们呢 像水熊虫 耕塔水母 还有我们再熟悉不过的 打不死的小墙蟑螂 到底什么基因 使它们具有了如此顽强的生命力 弄清这些 不仅能帮助我们认识自身 更有助于人类未来的生存发展 想象着 如果我们能够像水熊虫一样 迅速脱水变干后 可以存活许多年 那星际旅行 就不再是梦想了 地球上是如何出现 如此多样的生命的 人类又是如何起源的 为了给你一个直观的感受 我们把地球46亿年的历史 浓缩成一天的24小时 地球诞生即为零点 39亿年前 相当于早晨 3点39分 海洋中开始生成一些 简单的有机物 是原始生命诞生的前提条件 直到15亿年前 相当于下午4点09分 几乎整个白天的时间 地球处于高温状态 火山活动频繁 太阳辐射非常强 最原始的生命 原核生物开始出现 到5亿7000万年前 相当于晚上9点钟 地球火山活动减少 气温逐渐下降 海洋面积增加 真核生物和低等的无脊椎 动物开始出现 接着是寒武剂物种大爆发 从9点到10点40 这一小时40分钟 是无脊椎动物繁盛的时期 此时鱼和两栖动物开始出现 从2亿4800万年前到1亿4400万年前 相当于晚上10点40到11点12分 地球 气候 温和 潮湿 是恐龙的全盛时期 十足鸟 也开始出现了 在6500万年前 相当于晚上11点37分 地球经历了第5次物种大灭绝 近80%的物种都灭绝了 长达1亿多年的恐龙时代 就此终结 此后地球游热变了 灵长类动物开始出现 地球历史最后的1分10秒钟 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类才开始出现 这就是地球上30多亿年的生命演化时 广袤的宇宙中 为何地球上会出现如此多姿多彩的生命 人和其他生物到底有什么关系 生命的本质是什么 如果你想了解 那就来听听我们的课程吧 相信你会找到一些答案 遗传学还研究 不同世代间遗传信息的传递 揭示出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的本质 多细胞生物中的所有细胞 都来源于一个单一细胞 受精卵 都具有完全相同的遗传组成 可为何组成一个个体的细胞会有不同的类型 而不同类型的细胞具有不同的生理功能呢 这就涉及到我们将要讲到的基因表达与调控 是遗传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课程内容主要参考一本原版英文教材 《遗传学》从基因到基因组 2014年第五版 这不仅仅因为作者是大名鼎鼎的 2001年诺贝尔生理与医学奖获得者 李兰·哈威尔博士 也不仅仅因为美国的很多高校在使用这本教材 更因为教材注重回顾科学发现的过程 有助于培养科学探索的精神 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也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和学艺之用 李兰·哈威尔博士 以模式生物酵母为材料 研究细胞周期的调控机制 课程用到的图片部分来自于教科书 所以要感谢哈威尔博士以及同事 另外还有一些图片来自网上资源 由于无法对原始图片的出处进行考证 未能征得图片作者的同意 先对以上提到的各位著作权人表示诚挚的歉意 如果侵害了相关人士的利益 请与我们联系 课程采用英文PPT 生辟或重要的概念用中文标出 帮你熟悉遗传学的英语专有名词 这可能对部分同学来说是一种挑战 解决的办法可能有两个 一 积极学习专业词汇 毕竟遗传学研究论文多是用英文撰写的 想要把握学科前沿就要提高英文阅读能力 另外 我们将在有时间和精力的时候 会将PPT翻译成中文一共参考 课程内容的安排在顺序上 大致体现了遗传学的发展历史 这里显示了遗传学发展的一些重要事件 由于拼幅的原因 没办法把所有的事件都标上去 1865年 奥地利学者孟德尔 根据豌豆杂交实验 揭示出了孟德尔遗传规律 奠定了经典遗传学的基础 1953年 沃森和科里克提出DNA双位线结构 遗传学研究进入了分子阶段 到上世纪90年代 人类基因组计划启动 从此 遗传学进入了基因组时代 2003年 人类和多种模式生物基因组的测序基本完成 遗传学进入了后基因组时代 迄今为止 人类已经掌握了 3000多种生物的基因组信息 这个数字还在快速增长 Genetics from Genes to Genomes 遗传学从基因到基因组 正体现了这一发展趋势 遗传学研究 逐步地从研究个别的基因 到研究整个物种的基因组 乃至各种生物的基因组 有了这样的整体观和全聚观 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遗传的规律 认识生命的本质 课程采用百分之即成绩 考核分为平时各章的测验 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 所占比例 分别为百分之四十 百分之三十和百分之三十 总成绩八十分及以上为优秀 六十分及以上为合格 请注意所有的测验和考试 只有一次提交机会 考试时间固定 只要打开试卷系统就会倒计时 请务必做好 充分准备再参加测验和考试 祝愿你考出好成绩 由于录制过程比较匆忙 制作技巧也有待提高 课程一定存在问题及需要改进之处 欢迎你在讨论区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好 本单元的讲解就到这里 下一单元我们将介绍一下 期中考试前我们要学习的内容 谢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一单元再见 感谢观看